虚拟见识又增加了意味空间 英国苏赛克斯大学的科学家 开发出来的虚拟世界 闻起来跟真的一样 用户打开一扇虚拟的门 进入了雨林 有人喷洒出合适的味道 显得更加真实 这是一种真实的沉浸其中的感觉 您在这个环境中探索 您闻到了这个环境的味道 味觉技术过去也有人试验过 记得是1960年代的 味觉与视觉电影 这些科学家说 这是回归的巅峰 在我们意识的门口 把情绪记忆和使用味觉 或者可能的味道都连接起来 这是我们的技术 能够做到的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这么做并不只是为了娱乐 这里有一台驾驶模拟器 上面安装了一个味道喷洒器 在这个展示中 我们要在司机开车 每次超过限速的时候 喷洒薰衣草香味 我们选择薰衣草的原因是 这种香料能够使人平静 移动电话也能够用味道发出警示 商业上也在用香味 影响顾客的行为 不只是用于店内的销售 体现出标志品牌 还能够吸引和刺激人们购买的冲动 比如您在图书馆里闻到了咖啡 实际上您无意识地就感到想喝一杯咖啡 马基奥尼说味道在人类的反应中 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男人闻到眼泪 雄性荷尔蒙水平就会受到抑制 就会表现出更多的同情 这种心理学反应 可以运用到新技术上 在与机器人的互动中 如果机器人有着与我们类似的味道 我们如何才能够与它建立起信任 这个前景令人激动 对某些人来说更具有挑战性 科学家们说 味觉到目前来说 基本上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 技术的进步将刺激这一领域的发展 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 英国布莱顿报道